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今五人组再加上四宫的另一队队长于文文 整体实力是有曾五简 而且这一组的姐姐颜值都超高 且个个都是长腿姐姐 再加上本身就是女团出身的郑秀妍 有实力又有颜值的这组应该能收获不少的喜爱 而王心灵组在四宫失去了徐梦桃 武功增加了唐诗意 从实力来说也是有曾五简 王心灵加囤子的组合也相当有号召力 而且这一组的姐姐都是偏可爱甜美类型的 整体性格都十分的柔和 相信相处起来会非常的愉快 也会有很多的共同话题 如果论唱功的话 这姐姐里面最接近音乐殿堂的可能就是唐薇薇了 但整体组合相对前两组 在我看来是有些危险的 虽然唐薇薇这组的姐姐也都是实力不错 唱跳俱佳的姐姐 但相较于前两组在人气上可能就稍弱一些 很容易在武功出现淘汰姐姐的情况 当然目前官方并没有淘汰几人的说法出现 按照往年的一贯猜测来看 武功很可能需要淘汰四人 最后在决赛中形成7vs7的局面 所以王心灵 郑秀妍和谭维维这三个队场里 必有一个要拆组到其他姐姐那里 三位都是浪姐三中人气颇高的姐姐 谁会失败还真的难以判断 不过如今到了武功 成团的姐姐名单基本也显现了端倪 向武功分组的这三位队长 肯定是今年成团的首选 而郑秀妍也在采访中透露 自己在10月份才会飞回美国 这就表明郑秀妍应该在成团后 还会跟芒果台有些合作的可能 除此之外 像于文文 阿萨 阿娇 薛凯奇等都是很有希望的姐姐 而且据一开始节目组透露的情况来看 这一季的成团人数很有可能要比以往多一些 但可能在成团后并不会有太多延展类综艺 毕竟第二季最后也没有出团综 而且在武功还没有开始录制的时候 宁静就在网上发了一个潜水的视频 并且上面标注的是放假了 这让不少人猜测宁静和那应作为前两季的姐姐 很可能将不会参与到武功的录制当中 毕竟从分组来看 三组姐姐很难平均分属于两个姐姐 而之后决赛如果还是以两个姐姐带队的话 就有点抢夺这一季姐姐的光彩了 对于这样的安排 有不少观众觉得十分可行 毕竟有宁静和那应在的时候 节目的镜头都会往两人身上集中 而其他姐姐的镜头则相对会减少很多 但也有不少人觉得宁静和那应也是节目的看点 不舍得两人离去 还期待住两人能够合体表演节目 当然如今的消息都只是基于网上的爆料而来 武功将在7月初进行录制 到时候的情况很可能会发生改变 所以最终情况还得以节目播出为准 我也会继续关注浪姐三的一举一动 期待姐姐们能有好的表现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